你好,政教论坛 喂,大家好 一如既往,这一节就和大家搞一下主日学 我们讲开以赛亚书 讲到第30章,因为上次讲到29 你大约都知道基本盘是什么 基本盘就是先知的立场 就是不满意你欺世家 因为上一任君王,阿哈斯 一尾倒向亚书帝国 这一代的君王,就是欺世家 一尾反亚书 但他反亚书的方法,上帝也叫你反 因为如果你亲亚书 你就要拜偶像 要拜亚书的主神叫亚书 都是叫亚书 所以上帝不希望你去拜假神 但另一边,你反亚书 你反的方法 才知道有派人来跟你说话 叫你不要亲近埃及 但是呢 欺世家呢 早期真是当以赛亚书 是以便风 那我们继续去 以赛亚书30章 前次的时候 就和大家读了头几节 读到37章第7节 就说 埃及的帮助是图然无益 所以我称他为 座而不动的 拉哈伯 拉哈伯应该是指 私生人面证 大大纷纷,但是废的 那我们呢 其实呢 说28章时 引用了30章 告诉你 以赛亚在30章 就说和埃及建文是不行的 用这件事的背景 解读了这几章 28、29章 去到第30章 我们由30章的8节 读到22节 读下去 现今理去 理去的意思是对以赛亚书说 在他们面前 将这话刻在版上 写在书上 以便传留后世 直到永永远远 因为他们是叛逆的百姓 说放的儿女 不肯听从耶和华 训辉的儿女 他们对先见说 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 对先知说 不要向我们说正直的话 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 言虚幻的事 你们要离弃正道 偏离直路 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说 以色列的圣者 即是说百姓 叫先知离弃正道 偏离直路 所以以色列的圣者 如之说 因为你们藐视者 训辉的话 以赖欺压和乖辟 以此为可靠 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 好象要破裂突出的高场 轻黑之间忽然坍塌 要被打碎 好象把姚象的瓦器打碎 毫不顾息 甚至 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用 以从牢内取火 从池中 偷水 主耶和华 以色列圣者 曾如此说 你们得够在乎回归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警治不狠 你们却说不然 我们要骑马奔走 所以你们必然奔走 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速口 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 一人契学 必令千人逃跑 五人契学 你们都必逃跑 以至静下的好象山顶的旗江 江上的大旗 耶和华必然等候 要施恩给你们 必然兴起 好怜悯你们 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 凡等候他的都时有福的 但百姓必在石安在耶路撒冷居住 你不在哭入 主因你哀哭的声音 施恩给你 他听见的时候 就必应运你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脚饼 以困苦给你荡水 你的教师却不隐藏 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 你滑左滑右 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 这时正路要行在其间 你挑剥偶像所包的银子 铸造偶像所导的金子 你要沾污要抛弃 好尽污谓之物 对偶像说去罢 在这段经文来说 大家去读 有几节真的大家 很有感觉的 对以赛亚书30章来说 除了刚才我们说过 他在而不动拉哈伯之外 最初他的序述里面 就说这些犹太人 他们兴忽先知的说话 上帝当然就说有惩罚他们 他们就 即是说他们的墙 就很容易就会倒了 即是说他们看上去 好像很稳定 其实一推就会倒了 很快就瓦解 他的遥障的瓦气被打碎 打碎了根本 碎了之后 那一块瓦气可能就烧得不够 这样 碎到散了 拿来去牢中取火 或者去噴水都噴不到 因为没有烧过 或者烧得不好 很快就瓦解了 根本就没用的 就是骂他们不听先知话 结果 接着他说到第15节 就说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先知陈说 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警治不狠 他经文说到一个处境 这个处境就是说 你们犹太人 不一定一定要做事的嘛 其实你可以什么都不做的嘛 我觉得人生里面很多不同的情况 有些情况 有些情况 如果你是相信上帝 而这个环境里面 你再做得多 反而多余 那上帝是容许你什么都不要做 你就等拯救了 就是有些事情 有些情况之下 的确你做什么都没用的 就是我又不是说 你人生任何处境 你什么都不做 有些事情 圣经是叫你就说 你觉得对的事情 你是应该做就做 应该说的话就应该说 你不需要你别人 对你的威胁 各样东西 比如说去年黑暴的时候 虽然我是一个习男 躲在家里骂黑暴 但是我觉得应该说就说 对不对 就是你们到处扔汽油弹 破坏社会 那我觉得应该骂就骂 我就最多躲在家里 那时候做事是应该的 但是人生有些处境 比如说举例 你遇到一个疾病 遇到一些情况 做什么都没用 但是你以为做什么都没用的时候 你去做 那就真的多余了 阿朔比犹大国强大 你去做很多事情 去找埃及 希望埃及帮你 埃及自己都泥浦杀过江都不行 你求来做什么呢 你搞这么多外交活动做什么呢 做这么多做什么呢 如果你相信上帝创造这个世界 你相信 上帝会救你脱离这个危难 你相信 你这个神 不是 不是假的 是真的 那你遇到那个处境的话 你不是发盲 弱石乱头去面子做 你反而是 求上帝去帮你 你依靠耶和华吗 依靠上帝 我觉得呢 人生里面 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用智慧 用聪明 要分析 或者是对 对环境要理解 但是理解到极尽 发觉真是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时候 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时候 坦然等待上帝的拯救 先知都说 你不需要靠埃及的 上帝要救你 一定会出手救你 那个经文的意思 我不知道人生是什么处境適用这段经文 不过呢 我就有责任呢 读 如果在 希西加的处境里面 他去 结交巴比伦 结交埃及 是屠颅无功 是滑蛇添足 是对上帝没有信心的表现 他的行动 反而表达了他对上帝没有信心 接着再读下去 我们要骑马 所以你不必然奔走 那我就说 我们要骑飞快的速口 所以你追港 也必飞快 你追来走去 就是说你不能够平安 平静安稳 你在骑马 到处去巴结 巴比伦和埃及 你跑来跑去 真的是屠颅 人家一声叫 一个人叫 你的军队 整个千人都要逃跑 人家五个人叫 你整个军队都要逃跑 然后呢 山江走到没有人 就只剩下几支其冬 在古代 罗马帝国试过和波斯打仗 打输了被人拿了军旗 是很大的羞辱 就是代表你对军队打输了 那些仗士被人俘虏了 做奴隶 那现在这个案子 17节讲的就是 他没有提到你 有没有被人俘虏 不过你 对方 还没和你打 只是叫几声 你都怕到你的军队都散了 然后呢 留下一些军旗被人抢了 圣经有提了 他说 18节 耶和华必然等候 要诗音给你们 必然兴起好联闻你 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 凡等候他的 都是有福的 在希西家的情况来说 上帝呢 就叫你要等候 事实上上帝都等候 这段经文有趣的地方就是 上帝等什么 上帝在等希西家的信心 发展出来 而他也叫希西家等候 因为上帝不会这么容易 赐恩给你 不是上帝不想 而是希望 他的赐恩 令到你 产生了一种信心 那种信心 造就你以后历世历代的人 有时候你说 上帝要求 我们去等他 但事实上上帝都在等着 为什么你等我又等 因为上帝是很有智慧的 上帝知道这个关口 在你没有经过等待之后 他赐给你 你就会忘恩负义 你又或者对上帝恩典有所兴忽 这样赐恩给你 可能是害了你 所以这段经文很妙的 如果你说读这段经文 金句就十五节 十八节都是金句 他说叫我们等 叫希西家等 对时候的时候 上帝就会赐福给你 因为上帝都在等着 真的挺妙的 上帝很有智慧 你知道有些情况 你需要成长到某个地步 他才赐恩给你 上帝也很想给你 不过上帝要等 但是上帝等的时候 你也在等着 因为你可能未必清楚你自己的状况 所以等你 你等我又等 挺妙的 接着经文就说了 百姓必在石安 在耶路撒冷居住 你不再哭音 主必因你的哀求的声音 诗音给你 他听见的时候就应运你 主 主须以艰难给你当饼 以困苦给你当水 你的教师并不掩藏 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 你画向左画向右 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 这时正路行在几里 经文的意思是 人生有时候有些环境是很困难的 你去靠埃及也没用 你去靠巴比伦也没用 靠谁 是真的不知道 但是上帝说 你在困难的时候 可能你一直都不知道 上帝是会慢慢引领你的 那个引领是会在这里的 如果你信上帝 你和上帝有一个关系 上帝就会引导你 如果这里说的教师 当然就是和熙西讲的教师 就是以塞亚自己 但以塞亚的案子 当然就是他身边有真先知有假先知 但是真先知是在这里的 上帝会被一个对的人在你身边 带你走出困境 我不知道人生里面很有趣 突然间有个 概念突然出来了 看一看手机 讯箱先看一看 看完突然间看到 咦? 哎呦我有一发 有一个煤气标要交 今天刚刚最后一天 那我就在想 我平时都不看那个email 为什么突然间 在到期的最后一天 我突然想起 有个直觉就去看一看 看一看发觉 哎呀今天是最后一天 我就去了交煤气费 就是上帝呢 有时候他给人有一个直觉 那个直觉给你 可能是走 按着直觉去走 可能是走对了 我不是在说一种迷信 就是人生有些处境 你按你的智慧 按你的春明 做到最尽呢 都是有些事情是解决不到的时候 上帝可以突然间给你一个感应 突然间你灵芝一触 那便走到一个方向 那便走对了 也不一定 所以圣经呢 提出这些经历都是叫你 上帝是对人施恩的 不过叫你要等候 上帝有时候不说 为什么要你等 就是因为有些事情 现在你不明白 等他带领 走多几步你就不明白 为什么上帝之前这么做 你自己盲冲盲撞 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面 你用盡你的智慧 你都知道 搞极都没用的时候 为什么不尝试 去祈祷 等上帝带领呢 就是我在说一个很困难的处境 我不知道香港 今天很多人都遇到很困难的处境 就是我觉得 上帝其实 对每个人都恩待 对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你是从来不做什么坏事的 不会说支持黑暴啊 你不是那种的人的话 上帝很多时候对人 真的很想去施恩给他 不过有时候他就知道 恩典不可以突然间来 太快来 他要你等候 因为上帝都在等候